大家好,歡迎收聽Bilibra Finance 談談大肆更新 過去來說,這個美股 過去的星期都是很反覆 Go up and go down,Go up and go down 主要來說,中國的數據仍然有很多不確定 再加上聯儲局 決定繼續退市 雖然每個月退100億 就不算那麼激烈 相對來說是溫和 但仍然使市場發上發落 另外一件事就是收入上的股票 Apple和Google都出了這個業績 Apple的業績 是在市場預期的上限 亦都在它自己的預期的上限 業績完全是 non-doubtfully good 再加上 它的Sales 是record sales 另外一件事就是 甚至於美元的匯率 升了那麼多 而它仍然能夠 的業績 其實 是不錯的 但是 它公佈出來 第2季的 Forecast 就是 低於 市場預期 它估計 Sales 是43 B 但是市場 就希望 有46 B B 以至 它 公佈的業績 之後 股價 就有 550元以上 跌到現在 只剩490多元 僅僅500元 那 其實我個人 就覺得 是 overreacted 因為市場 通常就擔心 現在手機市場 或者是Macbook 即是那些 電腦市場 就去到似乎 幾飽和 同時 就似乎 競爭也都越來越大 而Apple 又很難維持 一個很高的margin 除非它有新的product出現 但現階段似乎 它就缺乏新鮮感 最主要其實是 它的主管 現在是team cook 跟steve job 就很不同 是一個超級務實 又不肯 說任何 驚喜 給這個市場 以至於 就很難 猜到 它想怎樣 這個我相信 都要一段時間 又或者長遠來講 它的公務業績 都是 惑惑惑惑惑惑的 但看回它的價錢 其實現在是500元 而它的 Earning Per Share 那麼高 Price Earning Ratio 其實是11 12 其實是一個很低的水平 再加上它有Price 3利息 我自己個人覺得 股價很吸引 未來 因為它和中移動 全世界最大的 手機 Wireless Provider Subscriber 來 簽了一個 Contract 將來中移動的 TD機 都能夠用 Apple的 手機 這個軟件和硬件的 整合 始終是比Android 雖然我自己是支持Android Anyway Google的業績 其實Google的業績 沒有什麼驚喜 我自己覺得 亦都是 略低市場的預期 它的驚喜反而就是 在它出售 Motorola 手機業務 來 帶來一個動力 因為 亂想 就用了29億美元 來收購 那 人們就在 斟酌 是貴 還是便宜 這個價錢 因為Google 就用 121億 來買 Motorola 現在用29億 來出售 但要記住 29億 其實 只是出售 它的 硬件業務 它仍然是 抱著一堆 專利 其實它最重要是那堆專利 再加上 Motorola 本身 Google 是不斷 虧錢之餘 令到它和其他手機生產商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現在出售了 其實就令到所有東西 皆大歡喜 亦都把 Google 其中一個陰謀 撥開了 前景來講 個人來說 我覺得Google 現在的價格是高的 可能 未來也會有 一定的震盪 震盪 所以我自己就不會再加多 我仍然會維持 相對來說 我覺得 Apple的股價 相對來說偏低 亦都值得來加進 可能 Target price 是590 而Google 其實我是1100 我覺得已經很重要 現在已經去到1180 我個人覺得會高一點 下個星期Disney就會出業職 看看它如何 最近的 OVERALL來說 市場跌了不少 尤其是中資股 Anyway 繼續講講做Budget 有些人教做Budget有個很大的表 之後你每一天都計算 計清楚你花了多少錢 在哪裏有消費 然後加加加加加加加 我自己個人覺得這樣做 除非你完全不懂 預算 完全是不在乎的 不停洗腳 我覺得這樣做 可能會提醒到你 去省一點 或者劫緊一點 錢 但如果不是 我個人覺得這樣做 很煩 而且是可以事失事 做了那麼多事情 究竟是否真的加到很大的價值呢 所以我自己就不會這樣做 我鉗死大數 其他細數 其實就盡理成章 就搞定了 上次都說過 有些數是Regular Payment 每月你都會付 大約可以控制到 水電煤 交通費 各方面的東西 你計算了大部分的數 然後你就預算了 例如買衣服 買東西 給GIF 各方面的東西 你大概可以factor 一個全年 究竟會大概花多少錢 然後你用什麼數 來夾住你自己呢 就是用 你剩餘了 你大概可以儲到多少錢 那條數 譬如你收入是多少 扣稅是多少 你都不能選擇 因為預納了 然後譬如你扣了 Mortgage 例如公車 保險 水電煤 手機 上網 各方面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你 買東西 食 估計大約多少 你得出來 剩下那條數 然後你就應該 來去採取行動 來不是就這樣想 放在Bank account 你隨時一塊錢就花了 而是你和銀行 最好是 Mutual Fund 因為之前都說過 Mutual Fund 好處呢 就是你可以 輕輕一點 少少錢 少少錢 這樣儲存 雖然它未必是一個 回報最高的 一個 Vehicle 我自己都 99%的資產 都是在股票 不會買什麼 Mutual Fund 但如果你多了如此 我鼓勵你 買Mutual Fund 因為你25元 幾百元 你股票的話 其實你 沒有幾千元 其實很愚蠢 Transaction 是超高的 Anyway 你計算了一條數 其實你已經不停地 購入投資戶口 你自己 其實只剩下的 都沒有很大的空間 讓你去 使用 除非你 信用卡的 額度是超高 又或者是你去賭錢 或者是 扔了一些錢 或者是 賭錢 或者是炒貓錢 或者是 如果不是 你基本上 就很難 會 out of budget 或者over了你的 budget 最重要的 方法 是你 是你 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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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你的 儲錢 你計算了一條數 en general 計算了 然後你用你的儲錢 來擁有 擁有 你自己的 洗錢 但是 同時 你因為不是每天都計算了 又保留 fexibility 令到你 仍然能夠享受到 洗錢 或者買東西的那種樂趣 我覺得很痛苦的 如果你 純粹是靠 算了 算了 當然有某些人 特別的可以很享受 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講到這裡 明天下次 可以講一下 生活小貼士 如何可以省一點